好 享受幸福的感觉 可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咯 幸福大师雷诺瓦 画展在故宫来展出当中 也进入了最后的倒数计时阶段 新北市长的朱立伦 也带着弱势的家庭 一起来看展 带着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一起来看雷诺瓦 新北市长朱立伦 要把幸福大师的绘画 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幸福的感觉 不管是画女人 戴帽的女人 或者是看到花卉 看到她的风景生活 可以让我们感觉 是充满了这个幸福 充满了欢乐 或者是温馨的感觉 故宫第一次以年络网为主题 加上20世纪绘画大师 像是毕卡索 马蒂斯等人的作品 一起来呈现女人 花卉 以及风景等绘画题材 总共65幅作品 就来自于10个美术馆 正馆之宝 所以借来是很不容易的 像这一次 虽然主要的是来自波拉美术馆 但是我们也有像波士顿美术馆 像这个雷诺瓦的家乡 林莫什博物馆 借来了几副 我觉得每一副都不太容易借 结合印象派以及古典派的风格 感受联罗瓦在画布上流泄而出的幸福笔触 把握最后近距离观赏的机会 也让美好的画面留在自己的记忆中 中天新闻 同学们王志仁还报道 内心的肌肤的时候呢 社会对那个出字的 在内心的肌肤的时候呢 木属它